大家好 我这两棵是下山的兰花 那么我们给下山的兰花施肥 其实可以跟商品的兰花做一个区分 为什么呢 因为下山的兰花它抗冰害能力 抗种害能力 或者是免疫力 或者是生长能力 都比一些商品的兰花要强 所以我们给下山的兰花施肥的话 大家可以用一些有机肥 比如说用一些农家肥来兑水 给它浇灌盆土 因为农家肥它本身含有各种微量元素 非常的多 化肥的话它含有各种微量元素 非常的单一 如果说我们使用的是有机肥的话 那么它里面含有各种微量元素 比如说植物里面所需的一些蛋白质 纤维素 大元素 甲元素 还有零元素 它这个含量都是非常的均衡的 那么我们给兰花适量的使用一些有机肥 那么对于它长性芽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这个下山兰花本身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 所以对于这种有机肥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只要我们尽可能的把它兑多点水 不要用过浓就可以了 我们在使用这个有机肥的时候 最好用一克的积粪 然后兑上2000毫升的清水 给它搅拌均匀之后 静止三个小时以下 然后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保值20天给它浇一次就足够了 那么对于这个下山兰花 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除非这个兰花苗比较弱 根系有问题 那么我们就不要给它施这些有机肥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给下山兰花施肥的一些技巧 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